参长是个人的事 把长分享给有缘的人 这是我与大家缘分的事情 至于生死之外的事情 你家开网上都是闲事 那么这种闲事呢 用我们中国的话来说 顺其的 我在二祖安生活是这样 别人这个寺庙 说来说我这也比较懈怠 在下院的大大的寺庙里 或者就在山下我师父的这个庙里 少林之力 他们都是早上四点多 就打板上殿过堂烧香念经 坐肠等 我个人大二祖安是 早上睡到自然起 起来呢 就去周边山上三个步 平时的爱好呢 就是把周边这十亩田地呢 拎出来种上花 种上几亩花海 人家供给佛祖的都是香都是浅 我也没有 但是呢我做个僧侣呢 我也要供养了 我就希望中年花供养过 哪天开心了 欢喜了 见那两只花好了 见那两只花来插着供在佛景 我平时呢就是喜欢 就是喜欢下棋 以棋交友 有人来了 我有的时候也 谈佛法也谈得少 也没有人问我佛法的事情 然后 谈社会上的事 我也不太想谈 那我就在松阻这个大古百之下 我弄个棋桌 在这里我就陪人家下个棋 如果是有不会下围棋的人 我就给他提供一个小棋盘 下个五子棋 我五子棋水平还行 然后 当我夜深人静 上次寂寥的时候 我就写写诗 来寄托一下自己的这种 私下情绪 到了 怎么说呢 我喜欢 古人有句话来说 闲来直上孤风地 月下披云消一声 我希望 就经常会等到游人散尽的时候 我爬到那个山顶上去 推一推销 然后 有 那个 喜欢那个文化的那个人来了 让人家给我挥毫不过墨一个 我呢 为了要让人家也欢喜的话 我也给你的随便写两下 因为我没和尚的话 像怀素 他是草慎 志勇嘛 他也信得到正常志 比如我们明代的 夯山大师 就是说 八大师 他们的书法都很好 高显的 我呢就是 喜欢僧女的书法 梁匡啊 他是日本的 产宗书法大师 就是说 小野道风 他们 就我都喜欢 我就觉得 练点书法 其他的 就是 就和尚 陪他们喝喝茶 吃完饭就带着 有弟子妹的话 或者是同餐道友 陪他们去看看晚霞 闲聊两句 练练武术 就练一些中 我少林的那个传统武术 练大的套路 我已经 不怎么练 就是 用翻战的话说 就练点绝技 就是这么一两招 日复一日 你复一年 又锻炼身体 除此之外 就一个特殊的爱好 就是爱收藏古籍 像这些都是 清朝年间的金干丁 你好 没事 就看看 这上面有好多是古人 提写的 真迹 就是说 感觉与古人 是否能交流一下 感觉到 就是江山虽易 然后 但是有不变的东西 风月虽不无常 但是我常在这里 有一天我死了 但我这种爱好 在这里 有一天 如果这座山都消逝了 这种人对 自然风物 这种显示的心境 这种追求 它可能还存在 人的世界里 我不希望 遇到人都像我 我只希望 人间对美好的追求 未曾改变 那些素未蒙面的人 他们因为一些美好 而相遇 成为了朋友 因为了一些 共同的爱好 走到一起 有了传承 在道也好 在佛也好 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地方也好 在山间也好 海边也好 都行 所以 我的任务就是 餐肠 是个人的事 把肠 分享给有缘的人 这是我与大家缘分的事情 至于生死之外的事情 人家看完了 都是闲事 那么这种闲事呢 用我们中国话来顺其次 хорош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